伯特夫妻啊 我怎么觉着 你像只老鼠 老鼠 那谁像是猫呢 甭问了 明天你去中统局 清除档案 一定要查出这个青鸟 否则我党国家机密 后患无穷 是 可我真没想到 你和他们一样 一丘之鹤 上官 那你和黄家人的关系 又做何解释呢 黄祖座有点神经过敏 我们之间明摆着 就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你有什么事 你言一声不就得了 你要和黄家人搞好关系 正值国共两军 虚蹦会战之际 我们奉银的精英们 要为党国树立一支榜样 我不是叛徒 我不是叛徒 我没有背叛祖国 我不是叛徒 立刻行动 我等已经完蛋了 你们的尾巴也尝不了 你给我走吧 是 请刘邓首长放心 腾铁教授 跟我们回中国去吧 普多芬金呢 苏联人民不会原谅你的 腾铁教授 我知道你又爱何回 跟我们回去吧 啊 啊 派之师别动队 派之师别动队 派之师别动 一会儿见到先生 说话要注意 好 先生 你们来了 先生您好 这就是你那个助手飞鱼吧 先生 派之师别动队 还有沉默多久 你放心吧 派之师不仅要招雪 而且还要恢复名誉 对了 你那些个得力的女特工 身体养得怎么样了 恢复之日考代 只是 不过 我已经知道了 崇高的母子情 怎么能让人隔舍呢 我准你五天降 不过 你不能以徐安国的名字出现 否则魔鬼会吞噬你 钟少校 你愿意陪大黄蜂回老家一趟吗 学生愿听后子秦先生调遣 我们的三十九号工程 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 一旦实验成功 派之师 那就是我手中的一张王牌 我要让肃裕兵团吃不了都得走 先生 浦多夫接纳和腾田教授 他们怎么样了 都不该带我 这一个王牌 我们的一个王牌 人自己在黑丘 一个王牌 不过 不过 对 曾仍然 你梦见大象了吗 你不是想去拯救沙皇的后裔吗 可是 你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呢 要知道 我只是个日本人 即使我加入了苏联的国籍 那也不过是 改变了国籍的日本人 你能告诉我这究竟为什么吗 你必须与唐紫棋合作 要尽快让当年的七三一绝密复活 否则国军将打不过攻军 听说紫棋兄在凤阴研究39号工程 你能告诉我 三十九号工程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吗 那就是 你当年研究的祸乱书役 和流感病毒 你怎么知道的 是唐紫棋告诉你的 是唐紫棋 我唐紫棋 我怎么忘记了唐紫 老四 你现在在哪儿 老四 布多夫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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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按着汤子齐的意思去办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会得到什么吗 说呀 快说呀 布多夫剑娜 你真是可爱极了 快说呀 你能得到什么呀 太子阁下 答应我 这样民国政府 可以利用外交途径 替我们找到 尼古拉的残骸 布多夫剑娜 说 接着说 此刻腾田小二教授 明白了他来中国的原位 但是更让他感到 吃惊的确实 俄国末代沙皇 已经过去三十年后的 一九四八年秋季 居然仍有为找到 沙皇死亡真相的 一帮苏联人 历经千辛万苦的忙碌着 甚至出卖色相 也在所不惜 腾田此刻 不禁为普多夫接纳这帮人的苦心 固执与牺牲精神而感动 但是他在茫然中 已经开始厌倦了那些 他熟悉而又痛彻肺腑的 核实验 他深切地感到拯救人类的伟大 相反让他去摧毁人类的生命 让更多的无辜去承受核实验的痛苦 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灾难性的结局呀 告别了颖子齐 上校玄国在驻守中正国的陪同下 前往南考镇 看望已病入膏肓的母亲 他知道颖子齐让钟少校随他前往 肯定有他的考虑 但钟一直是他的下属 也未必可以起到监督的作用 可起码钟正国可以起到一个随身保镖的作用 为他分担一些旅途上的烦恼和忧愁 他说了 肯定是继续一样的 要是继续的 也不可完成 但如果再去 经大书 也不可 是吗 前面就是我家了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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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国 嫂子 你怎么才回来 嫂子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你娘和你兄长已经走了 娘 娘 娘 孩儿不孝 那次车祸 镇上死了六七个人 亚芳就是受害人之一 娘几乎是包着亚芳 活活给急死的 那兄长 你是死的车祸吗 你哥哥去找镇长理论 没想到恶霸和镇长是亲戚关系 丑而相同 你哥哥死得好惨 好 难道 他们不知道我们是特工家属 传说 你已经死在了外国 这里不久就要打仗 人心惶惶 那兴使的大户 党卖鸦片 党卖军火 不久 他们就要迁往南方 走走 走 走 来 再给我倒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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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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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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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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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郑国 我知道 你很受委屈 我知道 可是党国现在危在旦夕 还支持行动队需要我们 记住 我们要考虑的是国家的安危 祖座 我明白了 阿宇啊 先生 您有何吩咐 太太和小姐都睡了吗 回先生 太太和静静小姐已经入睡 那位顾先生也入睡了 顾先生这个人怎么样 顾先生这个人汗穴身僻 造诣颇风 还懂医术 自从顾先生来到我们这里 好像太太都不那么神经兮兮的了 真的吗 是 阿宇啊 大黄蜂和飞鱼走了有两天了吧 我准了他们几天假呢 先生 是五天 先生 你准了徐处长五天的假 他在不在凤阴很重要吗 阿宇啊 你不知道 这大黄蜂和他的海之师别动对 对我是多么的重要啊 好了 我们又该去我们该去的地方了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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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如果你们看下来 您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 还是一位出色的间谍 我只不过略使小技而已 怎么 你就认输了 这可不是你们俄国人的性格呀 教授 我在梦中都跟您说了些什么 我知道 魔鬼梦幻的威力是巨大的 您相信我在梦中 跟您说的胡言乱语吗 来 喝茶 教授 我整整昏睡了三十六个小时 您在这三十六小时内 都做了些什么 普多夫杰娜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我们日本有句谚语 如果你想做成一件 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那就 勇往直前吧 咳 我看不过 我看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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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对我过去犯下的错误 进行一次深刻的忏悔 因为只有忏悔才会让我获得新生 末代沙皇已经成为了历史 就像日本战败一样没有什么新意 当然了 你的祖上曾经是沙皇的皇亲国妻 你想找到沙皇的残骸对他们进行后葬 这没有什么过分的 可是波尔什维克人会同意吗 你考虑过你这样孤注一掷的结果吗 蒋经国先生可以信口开河地 要是找不到尼古拉家族的遗体 我的祖母和母亲的灵魂将永远得不到安息 教授 您就看在我这可怜女人的份上 答应和唐子齐先生合作一次吧 痴心妄想 当然了 普多夫杰娜 你陪我睡过觉 我触摸过俄皇家族女人的肉体 如果不让末代沙皇的躯体重见天日 你姑拉会在另外一个世界找我算账的呀 教授 您同意我的请求了 可怜的普多夫杰娜 让我们换另外一种方式 再继续玩下去 怎么样啊 是我 黄家仁 特派人 您有何吩咐啊 佳人哪 中共的卧底青鸟你找到了吗 三十九号工程很快要进入冲刺阶段 如果不能在我们起步前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你的少校军衔不保还可能丢命 你明白吗 知道了 特派人 这些人是不保持了 不保持了 又是不保持了 是 祖座 报告祖座 何刘先生带到 何刘先生 你不会来我们凤阴宝秘局 玩什么花招吧 我告诉你 你是在提着脑袋跟我玩 大座 与飞鸿 你说的那个青鸟 找到了没有 祖座 真的 我的情报聚集是真 只不过 它隐蔽得太成功了 我 我无法做出决断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祖座 我 我可不可以进入绝密大安库 我想 绝密大库 何柳先生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从绝密大库出来 人无掌获的话 我会把你打入死牢 或者让你变成一个 永远也不能说话的职务人 你掂量出问题的严重性了吗 上官中尉 是 此事由你全权负责 带于飞鸿去绝密大库 如果出了娄子 我拿你试问 是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是这样 你照我收到去办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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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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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计时限地隐藏在军统内部 为中共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 眼下这淮海决战之际 带号轻鸟的徐安国必须浮出水面了 来 嫂子 咬房平时都吃什么 还好 他还能喝粥 有时候晚上 我还给他煮一碗米汤 他特别爱喝果汁水 要先榨的 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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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嫂子 谢谢你 嫂子 嫂子 他叫镇国 我的老部下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鲁莽了 来事情不该那么糟的 这不挺好吗 这不挺好吗 既给母亲兄长报了仇 我们又能聚合在一起 兄弟 你在国君那儿究竟是啥植物啊 怎么姚川说 你已经死在苏联了 嫂子 别问了 我都不 울际 后来 你怎么犯人 什么犯人 我犯人 你犯人 好 嫂子 我想 赶紧把你和雅芳接走 这里很快就要打仗了 今晚就走啊 今晚来不及了 等过几天吧 我弄两车 把你们一块儿接走 可万一镇上 史家的人找到这儿怎么办啊 我看还是快走为好 好吧 嫂子 我有事得出去一下 一会儿啊 朕过回来呢 你让她早点休息 好 这位跟随凤银保密局组长 徐安国共事多年的中正国 此刻陷入了茫然之中 他心里不禁在问自己 如此莽撞的行为 是源于对安国兄的友谊 还是崇拜 作为一名特工 他的确在枪杀 史家人的问题上 显得不够理智 反省之后 他又展望起国共两党 即将会战徐运的前途 不免觉得有点怅然若失 李宗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委屈你了 你是值班的 是 长官 给我看好了 轮番休息 出了问题我拿你试问 是 长官 上官嘉惠此刻有两处担忧 一是为了这个共产党叛徒于飞鸿 他担心他在这关键时刻万一说出了徐安国的身份 这个他爱的男人不仅要蒙受不白之冤 而且他自己的处境也会不妙 其二 他最担忧的是徐安国果真是中共卧底轻鸟 那他该怎么办呢 当然 他从来没有想过安国会死 因为他的灵魂深处告诉自己 他深爱的这个男人肯定还活着 这个代号河流的叛徒于飞鸿此刻倒显得比较麻木 他深知他已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他甚至后悔当初不该轻易交出党组织 与铁线萧尖的这块王牌 萧尖生前告诫过河流 青鸟同志在某种意义上 只是看不见战线上的一座虚拟的偶像 渴望而不可及 今天 当这种结果应验了萧尖同志所说的话时 他才真正感觉到谍报战线上的残酷与复杂 当然 他还存着幻想要人会来救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却是记忆 爱是永远 当情人双飞穿越黑暗 冰冷的风已会变暖 在地狱寒风的岁月里 在地狱寒风的岁月里 眼里寒着秋的世界 让情人双飞 让情人知道 彼岸的结局 只怕勇气 爱到黎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是郑国 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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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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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国